哈喽各位报挂的朋友大家好 我们有一个好消息 也就是我们会在每天推出主播精选的影片 也就是呢 我会在这个两个小时每一天的 歌语来听互动的过程当中 我要挑出今天最亮点给大家看 那程序间会上线呢 在七点钟每晚七点钟 会在我们完整版试出之前 会先帮大家划重点 那么同时呢还提醒大家 在这个主播精选的系列下面 你有任何的建议的话 都非常欢迎你留言 让我们知道 让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淑慧你也有一番观察对于陈昭之 可是你不觉得也是民进党也在弄吗 刚好逮到这个机会就直接弄啊 不 为什么我会觉得陈昭之 那个不是不小心的 是因为它有秀出来 它弄脏的地方是这整个 整个侧边 大家知道那个印尼的地方是很小的 因为我们都盖过 故意碰到 我们都去盖过那个票嘛 我们政府议长也是 我们选举也有印尼嘛 就一个小小盒子嘛 然后你还有一个那个棒子嘛 那你就是拿那个棒子去 沾 你为什么会把手放上那个印尼呢 他可能像有些人拿筷子 特别低 所以碰到 没有 那个是印尼不是水 好 没关系 我是认为一个大人 不会去把 不会去连一个这个盖浆的动作都不会啦 那何况那个是一个印尼 也不是一个那种墨水之类的 会滴的到处都是 除非他把手放到那个印尼河去 但没有关系 那民众党也已经帮他缓夹了 所以不会有党计处理 民众党的缓夹方式非常有趣 他说不影响结果 对 就是他投了也不影响 对 不投也不影响 事实上八票都跑了也不影响 所以这个就是 如果说他们这么不看重自己的每一票 就是我们都投一个好玩的 投一个黄珊珊 投一个没影响 没输赢的 就是会变成这个样子 那这是民众党的事 那现在当然恭喜韩国瑜当了这个立法院长 现在正在开这个副院长的票 只是我在开车来的路上我有点感慨 因为这两天从昨天民众党宣布说 他们会投自己之后 意外的有一种风向导出来说 这叫暗住韩国瑜 为什么 没有去帮民众党 没有去帮民进党 我们就要谢谢他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逻辑概念 他本来就应该帮队的那一方 或是帮监督的那一方 那为什么会带出一个风向说 你不要去埋怨他没有帮你 他没有去帮对方你就得谢谢他 这个有一点让我很谢谢不下去 但最后的结果我还是要谢谢 没有错 可是这个感觉就是有两个人在打架 一个是执政的那一方 一个是在野的 两个在打架 然后民众党选择袖手旁观 然后我们还得去谢谢 我们靠自己打赢了以后 还去谢谢他说好加在你没有去帮那个坏人 那也只能谢谢 谢谢他没有去帮坏人 所以今天的这个投票的结果 当然这个刚刚老师说的 国民党的立委展现了自己的纪律 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确实我们昨天晚上是非常担心 因为有各项风风雨雨的声音 甚至还有连四个都被点名 这个数字都被点名的时候 那我们就相信民进党确实有在接触人 再加上过去 我们看政治看那么多年 民进党确实会用施法的手段 去不管威胁利诱或恫吓 之前像地方的议长选举的时候 也曾经发生过 拿着枪把你压上车 有吗 有 拿着枪把你压上车 不是叫你投我 这一局你不要玩 你不要投就可以了 这样也可以 赢有两种 一个是我多票 一个是你少票 叫你投给我是太难看了 叫你不要投 你比较没有那么为难 所以过去 不管是地方的议长也好 或是国会选举 确实所谓的挖票跑票 不是说他真的跑去民进党 那叫他杀了他算了 而是说这一局你不要玩 你想的方式 那好在今天都没有发生 所以我想副院长的结果 也应该是不会改变 那我觉得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倒不是 我刚刚跟 传了一个简讯给韩市长 倒也不是恭喜他 我非常恭喜整个立法院 终于要回到真正的立法院 而不是立法局 未来的立法院希望他们扮演好 第一个民意的代表 不是党意的代表 第二个扮演好监督的工作 而不是护航的工作 过去这八年民进 这个民进党在立法院算多数 但他们把自己变成立法局 变成一个护航的角色 变成一个听党意的这个角色 让立法委员在外面都被人家 你这个莱猪立委 你这个什么立委 护航立委 所以今天之后 因为韩国瑜没有执政党的包袱 他没有必要说 哎呀这个总统交代下来 要通过什么法案 我就要在立法院里面护航 所以他没有包袱 那他也不是说是一个说 我一定要跟你搞对抗的一个人 韩国瑜的个性大家这几年 这样看下来 看他起 看他弱 看他被攻击 看他意气风发 其实他维持的样子都是一样的 他也没有突然说 从一个北农总经理 变成一个韩流的精神领袖 变成一个市长 变成总统候选人 然后大家看韩国瑜就变成这样子 然后他也没有罢免以后 大家就看他充满了抱怨 意气消沉 他永远都是那个样子 所以这样的一个人 我想连民进党 其实都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民进党在这次没有说 宁可去投黄山山 然后也要拉下韩国瑜 没有 因为韩国瑜是一个仇恨值极低的 在人脉 有啊 刚刚什么林用昌 那些花全部都送过去了 对 所以早就订好了 那个卡仗就好了你知道吧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仇恨值很低 在立法院里面 那我们都知道立法院院长 第一个你要秉公办理 你要秉公办理 第二个你要有人和 其实就是这样子啊 你要秉公办理 你要捍卫立法委员的职权跟尊严 然后第二个 你不要欺负小党 过去游锡坤的背后 其实游锡坤也是个人很好的人 但问题是他背后叫柯建明嘛 所以他们就会用人数的方式 让小党的意见 让小党的法案 通通没有办法提 那我想未来的立法院 可以找回他们的尊严跟功能 这是韩国瑜当院长最重要的意义 好 因为这个现在在我们的国会新战力 徐晓鑫是不是 现在也在立法院 晓鑫好 跟我们讲一下 目前这个立法院的最新实况 现在进行的是副院长的投票吗 对 现在目前正在开票 就是目前正在进行到副院长江启臣的这个开票 那基本上开票这边来说 我们国民党的54票 那都是票票入轨的 那为什么我们会知道呢 因为我们这次的投票 其实大家非常的缜密 我们把所有54票分成了 9个人一个小组 总共是五组 所以在五组你领完票之后 你要去找你的组长 跟你的组长一起投票 投完之票 投完之后共同的量票 那所以说基本上我们是非常的确定 54票是票票入轨 那刚才在第一轮的时候 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说 那民众党在副院长的投票意向如何 会不会进到第二轮 那应该是会进到第二轮 因为有其他的委员告诉我说 他们投的是这个民众党的张其楷委员 所以如果民众党在副院长也是第一轮投自己的话 那基本上他第二轮也很可能他就采取上一次的做法 就是他们不进来投 那因为呢 大家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现在的状况是 如果院长已经是韩国瑜了 就算民众党的8票支持了蔡其昌 民进党也不见得愿意 因为院长跟副院长他们是一个共同合作的关系 而且呢院长的整体的权责 这个地位来说比副院长来的高 所以像我们的想法是 如果韩国瑜当时他没有选上立法院长的话 那将其成我们双进双出奥 现在是54票 大家可以看现场 国民党的54票是票票入轨 所以大家拍手是说 国民党展现了一个新的团结的力量 总共54票 那我们都是投同一个的 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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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们民众党有的是投给这个张其楷嘛 所以我们现在就在看说 会不会进到第二轮 因为我现在位置离他们比较远 那总之这次国民党是票票入轨 然后大家是非常团结 那也在国会我觉得展现出一个新的气象 好 巧欣 上午的时候 上午的时候院长投票 你怎么看陈昭芝的那一票 其实当然我必须说 这个当然也有可能他不小心手务沾印 但是对国民党来讲 这些在我们的行前的开会准备里面 就特别提过了 我们副总招特别告诉我们说 我们投票的时候拿那个印章有没有 要记得拿中间 不要拿下面或上面你沾到印尼的话 真的要投错就是沾到印尼然后往旁边拉 其实还满难的 因为大家基本都投过票 有这个投票的素养嘛 所以他到底是故意的呢 还是真的是不小心 只有他自己知道 那民众党要处分或不处分他 也只有民众党能够自己决定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AB 克菲尔益生菌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佛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克菲尔益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